相信许多人的暑假档都被《还珠格格》这部穷瑶剧给承包了吧 当时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火遍了全亚洲 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小燕子紫薇这些演员的海报 而这部剧之所以能够占据各大卫视的暑假档呢 是因为这部剧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魅力 让人看了一遍又一遍完全不让其烦 小编每一个暑假最期待的就是在电视机前等待主题曲的响起 值得一提的是《还珠格格》这部剧的选角 都非常神奇 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栩栩如生 而且演员们如今都成为了大腕 其中小燕子和五阿哥可谓是国民度最高的CP了 每一次这对欢喜冤家斗嘴的时候 大家总会哈哈大笑 小燕子的古灵精怪和五阿哥的无限宠爱 让电视机前的我们看得太如迷了 不是紫薇不是金总不是明月也不是彩霞 是那个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的人 是那个被我一见射到从此让我牵肠挂肚的人 是那个不解风情 拼命想把我拉红线的人 现在你懂了吧 但到这些日子以来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而且剧里的两个人最终喜结连理 揭答欢喜 在合作完还猪哥哥之后 两个人还合作了情深深与萌萌 两个人的缘分也是有点妙不可言 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因此许多粉丝磕CP磕上头浪 以为两个人在戏外会假写真做的走到一起 但是没想到赵薇却另嫁他人 还是那个可爱的女儿 而苏又鹏至今呢不知是单身还是隐婚 身边也没有绯闻女友的出现 因此苏又鹏和赵薇成为了许多人心里的一难评 曾经苏又鹏在一个活动上被记者提问 为什么没有和小燕子走在一起啊 这简直就是问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呀 不过苏又鹏呢只回答了四个字 世事难料 全场怒然大笑 这是潜意识认为自己可能还有机会吗 当时还猪哥哥热播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我傻傻的觉得 曾经对小燕子说过 不管是刁蛮任性的你 还是活泼可爱的你 还是现在楚楚可怜的你 我都好喜欢好喜欢你呀 我没有思想没有深度 你想认识一下琼瑶老师吗 会觉得你有潜质 谢谢 但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没跟小燕子在一起啊 吴阿哥 结果还是没能在一起 世事难料 其实啊 赵薇是个非常坚定自己思想的人 他喜欢的是那种能够让自己产生崇拜感的 而苏又鹏叫他看来只是一个能一起吃喝玩乐的好朋友 而且对于苏又鹏的一切他太过了解了 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生活 因为两个人已经超过20年的友谊了 这样的感情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擅自越过了界限 也许到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后来赵薇和苏又鹏还共同合体参加了中餐厅这档综艺 在节目里的合作默契呢 还令了一些老外误以为两个人是结婚许多年的夫妻 真是太逗了 从他们的相处模式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人做朋友可以是一辈子的 但是做情侣却太违和了 因为他们现在早就是亲人一样的关系啦 我们都要一起了 22岁 像我们一样 我们也知道哪个人 1906年 但是我们是结婚的 我们是结婚的 你不是结婚的 你不是结婚的 我们不是结婚的 我们是结婚的 我们现在是结婚的 赵薇从来都是一个有目标 有计划的人 有方向的人 一旦决定好了一件事情 他就会大胆的去做 就如同他认定了自己的丈夫一样 所以赵薇的婚姻生活至今都非常的幸福美满 也正是因为这种个性 才让他成为了苏友鹏心里永远的女神 虽然两个人在合作情深深与萌萌之后 没有再合作过影视作品了 不仅很少合体参加活动 连私底下也很少同框 但是两个人的联系呢 也并没有因此而间断 张恩友情也是令人羡慕不一样 如今的苏友鹏和赵薇都各有各自的事业 各自的身份 许多人都希望能够看到两个人再度合作 虽然这种希望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但苏友鹏和赵薇也肯定希望有机会的话 能够继续携手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虽然他们没能够像在屏幕中那样走了最后 也是令人比较惋惜的 但好在赵薇找到自己最终的幸福呀 咱们还有机会合作演戏吗 我觉得应该有的吧 我觉得我演员还没当够呢 我觉得我还有潜力 去哪一行不管演戏还当导演 都太无群无尽了 因为你挖挺深 其实完全不是 太无止境了 不过有这种心态是好的 你永远觉得你不行 你还要在你里面 而苏友鹏如今呢更是以不老童颜成功处权 人品好演技好 长相身材完全不输流亮明星 相信他也迟早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 我们也祝福他们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爵 呱 然后 tomar